Ruby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的楊樂婷 快到了萬聖節 今天我就會為大家示範 巫婆手指餅 我們來看看材料 首先我們要將牛油 砂糖和糖霜放入大碗中 然後用攪拌機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 我們就要加雞蛋和蕊梨油 再繼續攪拌 你看到我現在的材料已經攪拌得很滑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入麵粉裡 然後再加點鹽 我們就可以再繼續攪拌 然後我們就要把麵粉團放上保鮮枝上面 包住它 放入宿櫃至少四十分鐘 麵粉團已經冷了四十分鐘 我就拿了它出來 你看到我在木板上面已經鋪了少少麵粉 現在就要做手指形了 最好玩的部分 我們就拿少少麵粉團出來 這個手指究竟要多大隻呢 其實好像手指尾這樣就可以了 關節位上面我們有些紋的 對吧 我們就拿一支牙籤 壓上去 然後 然後 加一支指甲給它 加了杏仁之後 是不是更加像毛婆手指 好恐怖呢 現在我們就要放入 預熱180度的焗爐 焗大約二十分鐘 焗完拿出來 最重要就是放冷 然後就要一隻手指 把杏仁拿出來 加些藍莓果醬 再把杏仁放進去 把杏仁夾緊 像不像這隻手指 好像流血一樣 這隻手指 其實呢 可以把果醬 放在這些關節位置 那看起來呢 就會好像流血一樣 每隻手指 這樣就完成了 我的毛婆手指曲奇餅 就完成了 很脆 很香的牛油味 大家快點試一下 就好 來吧 很高興 會讓你來吧 會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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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